与会来宾在重人的见证之下 象征性的开出第一球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中部一家知名的环保公司 在一号上午来到物风球场 举办一场慈善性质的连移赛 不过现场看到这张红布条 不免会让人好奇 这场比赛跟一杆进洞四个字 有何奇妙的关系 我们董事长在上三个月 因为他也开始打而已 然后打了可能一百三四十杆 然后很幸运的 就一开球出去 然后就一杆进洞 所以要请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就干脆举办一个大风杯 原来在球界也只要打出一杆进洞 球友都用不同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喜悦 环保公司的董事长林蒙周先生 在最近刚好就打出 难得一件的一杆进洞 因此他选择用举办慈善球赛的方式 邀请上百位的合作伙伴 一同共襄胜举 乌风球场也是非常欢迎这种 环保有理念 慈善有理念的好朋友 一起来这里办这么热闹的party 那主要我们还庆祝了 大风环保科技林董事长 一杆进洞 我们也祝福大家 也谢谢他 愿意对这个社会 启动这么多的服务 不行我们不能收一千的 我知道 所以我有准备 谢谢 为了响应慈善 比赛在第二栋以及第三栋 都分别设有捐款箱 让前往打球的球友 可以举手之劳做爱心 进行小额捐款 环保公司对此就表示 这些集合大家心理的善款 在赛后公司也会另外加码 接下来会全数捐赠给社福单位 希望能真正发扬慈善与关怀的理念 记者洪娇 他就突然了